一陣天遙地動 二零六大地震 不僅後山受創 也震出花蓮人 對地震的恐懼和不安 就擔心下一次大地震 何時又會來 真的可以放心嗎 地震專家老神在在 不擔心 也要民眾放心 原來這回大地震 屬於典型雙震 首先在二月四號 為近水平的方向 向北逆沖引沒 接著二月六號斷城左移 才碰觸到米輪斷城 由於地震會找脆弱的地方破 因此若再次被地震所激發 破裂也一定會經過同樣的位置 也因為這樣力道會被分散 然而民眾拿出 一九五一年時 發生在花蓮 規模七點三的大地震 災情和這回大地震相對比 同一條斷城帶上 不同的時空 同樣的地點 卻是同樣的下場 幾乎都是米輪斷城造成 但地質調查研究所 初步調查後提出不同看法 認為這次地震跟斷城關聯性低 米輪斷城只是被動性的錯動 言下之意也代表 還有地震發生的可能 對花蓮人來說 恐怕都不能掉引擎心 藉由劉志展 顏靜宇 華靈報導